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段落的样式 段落的样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是标题1 假设我今天我不小心定义成标题2 我可不可以改 我当然还是可以改 例如说我在游标 落在这个段落里面任何一个地方 我改成标题1 我要提醒各位 有时候很奇怪 等一下我要讲编号 有时候我们那编号怎么样都放不上去 这个时候我建议各位 先把这个段落先改成内文 再重新定义为它适当的标题编号 因为所有的标题1标题2标题3 它的样式根据都是内文 所以我建议先把它还原 还原到最基本 不是无样的时候是内文 然后你再套用 好了 那当然这是样式的编辑 样式的编辑 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段落的样式 整个清掉 好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做的 等一下我们自己做的样式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可是如果是这个预设的样式 它是不能删掉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也就是说标题1标题2标题3 这些是固定的一定要有的样式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讲编号 因为编号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尤其我们公家机关 我们不是会定义那个大写的1 对不对 我就知道 就是别种我们不用管 什么论文怎么写 我们不用管 那个事后你再来询问 可是我现在要讲说 我这个大写的1我要放上去 因为这样我一看 我就知道总共 总共有几个标题1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放大写的1 怎么放上去 然后这个标题2 我们通常会放那个横线的那个1 所以我以口气 我要把它两个全部都放上去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在标题1里面定义 我们是要用这边有一个叫做 常用底下一个多层次标签 多层次 因为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大写的1 然后横的1 甚至还有像这种1 1.1 1.2 1.1 1.1 1.1 这叫做法律条文样式 这个叫法律条文样式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名称 因为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到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 我们用的绝对都不是这里面已经有的 我们不会用什么夹衣柄 然后也不会用什么第一章 第一节第一项 不会嘛 可是我们通常是自己针对我们单位 你要知道我们卫生局这个单位 的一致性的那种样式 所以我要用这一种 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 那你就要问说卫生局的样式是长什么样 假设我们有一个单位 他就定义好这个样式之后 然后大家 他把这个样式就传给各单位 请大家共用这份样式就好了 好我首先这个 这个 请各位在设定这个定义新的多层次样式 麻烦请把更多打开来 因为我要特别讲这一件事 我现在是不是要定义 阶层一 阶层一就是样子 标题一 然后这个 这个阶层一 我就是要连接到这个样式里面的标题一 有看到吗 一定要切换到标题一 然后把 这个非常重要 我真的要告诉你 你一个月之后 你这边全部都会设定 你就不会动到这一个 就是你会说 奇怪老师 我明明就设定好了 可是这边 为什么就是不正确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要改成大写的这种一 大写 大写 这个一二三 然后通常我们会习惯加一个顿号 所以我们就直接打进去顿号 因为不管是一旁边一定会有这顿号 二旁边也会有这顿号 所以这个顿号是相同 相同文字你要自己打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阶层二 阶层二 阶层二请你一定要记住 就这一个 我再一次提醒你 我保证你 一个月之后 你再做这个样式定义 你这一边一定会忘记 你就只会忘记这个 下面都不会忘记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改成标题二 然后接下来 我希望它放的是横的一 横的一这样子 我们就直接先选这个 然后一样加一个顿号 可是我要不要前面那个阶层一 前面这个阶层一的清单 不需要 我不需要那个前面那个大写的一 你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直接把它删掉 把这边直接删掉 或者是这边有看到吗 这边没有办法去 就是控制 我建议各位 你就直接把这个地方删掉 这边是不是变成这个一了 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一 然后这边是不是一 顿号 OK 记住 再一次的提醒 就只有这个地方 将接成连结字样式 这是最容易忘记的地方 好 我们设定完毕之后 按确定 我们这个时候来去看 它是不是改成大写的一 它是不是改成横的一 这边是不是完全要配得好好的 可以吗 我现在从这边来去看 你当然要看 最前面好 我就点一下一 没问题 好 这个是标题 第一个标题二 这是第一个标题二 它是不是变成横的这个一 然后123456789 10 然后接下来这是二 二这边是不是又变成一 好 我们点一下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最好再看一看最后面 最后面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一看 一看 我先看一看 谢谢大家